各位好 我是胡婉玲 欢迎收看台湾演绎 半导体是台湾引以为傲的产业 能够有今天的荣景 由赖于早期开疆辟土的拓荒者 其中一位关键人物 就是台湾第一家半导体公司 联电前荣誉董事长曹星成 曹星成靠着过人的胆识 和灵活的商场技术 在高科技产业纵横二十多年 退休后专研佛学 收藏古董字画 还登上全球知名百大收藏家 近年来他更将关注的焦点 转到政治 在两岸关系上 大动作倡议反共爆台 还带动一股曹星成热 那么这期台湾演艺节目 为您介绍 这位跨界奇才 曹星成 胆识展示 胆在试上面 这勇气啊 勇气不是不怕 有意思是怕了 你觉得对来是去做 这叫勇气 1948年春天 持续八年的中日战争 刚结束不久 原本住在北京的 曹星成父亲曹洪泽 眼看战后混乱 决定与朋友 从中国跨海来台找工作 惊人介绍 他应征上一份教职 台中县清水初中 博文老师 我爸爸来这边 本来是试太心 来这边教 教职话 看来觉得不错 大路乱了 雪仙教的妈妈帮我们带出来 所以说 那时候我妈妈带了 我三个哥哥两个姐姐 我一起过来坐船 当时曹星成才一岁半 加上后来出生的弟弟 一家九口住在向正宫所借来的日式宿舍 由于教职清水为博 曹星成的父亲 还得兼任报社记者 才勉强养活一家人 排行老六的曹星成 在台中清水度过 童年与年少时光 高二那年转学到台北的明星学校 建国中学 我高一来台北玩 听说插班生考试 我就跑去考好看 就没想到考上了 九百多个 建中取八个 九百多个取八个 那也是不容易啊 算运气不错吧 十六七岁的年纪 独自北上求学 住的是远房亲戚提供的违章建筑 空间简陋狭小 还分租给计程车司机与三轮车夫 他自己讲过说 他住在建国高架下面 那就是跟一些计程车司机 就是龙蛇杂储的人相处 他脑筋动得快 而且他真的很聪明 由于家中信奉伊斯兰教 不吃猪肉 但有一天 曹星成到同学家吃饭 一锅美味的猪蹄膀 让他就此打破禁忌 还吃 吃到一个东西 怎么这么好吃 结果是猪蹄膀 因为原来家庭都不吃猪肉 他一看说 他已经不小心 吃进去那么好吃 这什么东西 他既然吃了以后就继续吃吧 从国小到初中 曹星成总是拿到全校第一 但到了建筑 成绩不尽理想 上课觉得无聊 还会到学校对面的职务员消磨时间 眼看距离大学联考只剩下半年 他上井发条 熬夜苦读 放榜时高分录取台大电机系 我其实是会考试 其实不准念书 建筑很多很聪明的 可是你进到台大 你发现又一队很聪明的 所以聪明是无止境的 可是其实聪明人不见得 一定有成就 很多这个书念的很好的 他有时候没有胆子 就算讲该劲爆的时候 该讲一些重要的话 做一些重要的突破与胆子 1970年代流行着一句话 来来来 来台大 去去去 去美国 曹星成72位同学中 有64位毕业后出国留学 他是班上极少数 没有喝过洋墨水的学生 大师的时候 大师的排名考了G21要出国 我当时想说 我要先做的事在 存典前来出国 所以我没有去准备 那些什么托付G21 我看美国七大小说家 其实看小说很重要 因为你的人生经验 不可能什么都经验 可是看小说 是把别人生活经验拉进来 扶完兵役后 曹星成考取交大管理科学研究所 毕业后 遇上政府准备发展半导体 他进到推展相关技术的工研院电子所上班 1976年 第一批19位年轻工程师 被派往美国RCA受训 曹星成就是其中一位 RCA是美国无线电公司 当年虽然不是半导体界的领导者 但累积大量专利 又是所有洽谈厂商中 唯一愿意提供训练的电子大厂 我们那时候分成三组 有一组是在纽车学设计 那我们那一组是在Ohio 那主要是学制程 还有一组在Punk Beach 也是学制程 曹先生呢 他是主要是去学制裁管理方面的 所以他只去四个月就回来 那我们其他人大概都待了差不多十一个月 在美国洛杉矶转机时 曹星成的机灵活泼 让伙伴们留下深刻的意象 那在洛杉矶停留的时候呢 他就带我们去看那个 看那个透衣服 就是说你放了钱 放了钱在那个栏杆上 他就会到你面前来表演 那我们刚刚到美国傻傻的 就一直放一直放 就他注意到说 有几个黑人在盯着我们看 他马上就拍拍我们 叫我们赶快走 所以他是很机灵的 当年台湾政府支付350万美金给RCA 除了协助台湾培训人才之外 也进行技术转移 1977年工研院引进RCA技术 新建一座示范工厂 将生产的IC制成电子表量率高达7成 1980年衍生成立联华电子 简称联电 联电是台湾第一家半导体公司 也是首家进驻新竹科学园区的厂商 动土典礼上高举着厂房立面土的是刘英达 他是建厂造集人 也是联电第一位员工 没有人愿意出去 为什么大家觉得说 这个很危险 我们在工研院电子所做得好好的干嘛出去 但是有一天我指导教授 胡电华先生 在那个电子所走行遇到我 就说李永达我告诉你 就是你去啦 你去电华电子 我说你怎么没时间跟我讲 隔年1981年10月 时任工研院电子所副所长的曹星成 被派到联电担任副总 三个月后 总经理杜俊元离职 改由曹星成挑大梁 虽然一开始并非主动乐意到联电上班 但34岁的他 还是想闯出一番事业 我不是创办人 联电是精进的创办人 我做事有个习惯就是 我不会把自己当伙计 什么都看上面什么意思 我基本上都会把自己当老板 我觉得这个工厂怎么发展 我去做 曹星成认为除了制造 联电也应该要有设计研发的能力 于是从工研院挖角人才 还与当时电子所所长胡定华 闹得不愉快 我是觉得 曹星成这个决定非常对 就是说后来联电自己设计了很多产品 像电话IC 那时候可能联电会开始赚大钱就是电话IC 我们那时候全世界有三个电话里面 有一个是联电的IC 1982年美国开放电话市场 装设电话的户数悲数成长 收集到情报后 曹星成和薛明志马上飞到美国争取订单 并联络下游供应商包下生产线 那跟他讲什么呢 跟他讲说你产能给我们 我要跟你要多少多少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跟他主动的加价 当我们的竞争者想要去张罗产能的时候 他就落我们的后手 那一年我的印象之中呢 我们的营业额呢成长了五倍 那另外我们的净利啊 是大概百分之三十三 那全国那个仅次于公卖局最赚钱的公司 1983年联电转亏为盈 不过当时的制程水准仍落后 美国日本与韩国则是实力相当 因为早期连天是一个IDM 就是他有设计有制造 那他就会很很会去抓一些商机 你看那个圣诞卡IC 他这个每个人打开 我早期有没有 那个就会有圣诞歌的音乐啊出来 那个就是一颗IC 他可能制程技术可能不先进 可是他需要大量生产 那需要成本很低 公司获利逐渐稳定后 1985年联电股票以每股13元的价格挂牌上市 不过当时民众对半导体人相当陌生 一开盘就跌停板 一般来讲如果不是学电子画面大概不清楚 觉得说这东西投资很大 风险很高 那时候的股票 传统产业尤其那个人寿保险业很好 大家就往那边跑 他就不会跑去弄投资电子画面 1980年代台湾半导体产业人属萌芽阶段 但在潮心城灵活作风的带领下 联电建立许多开创性的制度 比如说我们在联电 叫大家不要打卡 因为他觉得打卡没有意义 大家都要排队 还要去统计 还要去监督有没有人作弊 他有他自己的这个独立的思考 对前人定的一些什么东西呢 他不觉得一定要这个严谨的去follow 四班二轮工作制 每班12小时 做二休二也是联电最早发明 那时候那个电话IC很很热门 我们那时候为了这个电话IC 我们大概连续九个月没有放假 礼拜又礼拜天都没放假 连续九个月 那大家都冰 冰皮马困 所以后来就说 那我们干村要多一班 四班二轮这样 大家做两天可以休息两天 四班二轮也确保生产线 二十四小时不中断 大大提高产能竞争力 后来也成为全球晶圆厂一致采用的工作模式 除此之外 联电还首创员工分红配股 让所有的员工都变股东 公司分红 不给你现金给你股票 这个优点是什么 优点是大概利益一致 那么这个后来因为半大提是一个大发展期 公司持战很快 所以股票很值钱 那么所以像我们联电1985年上市的时候 一股13块钱 后来涨了188块 那你这个分股票 当然是他拿了 待遇比那个薪水高太多了 因为早年台湾的薪水很低 你没有办法跟国外竞争 所以你也不会有国际的人才 愿意回来 那从1985年联电开始做 那其他公司就跟着效法 全工分红配股是台湾半导体 能够这么强大的一个很主要的因素 然而1987年 另一家规模更大的 机体电路公司台积电成立 联电的地位备受威胁 向来胆势过人 擅长磨掠的曹新城 会如何应战 1987年台积电成立之后 很快的就取代联电 成为国内半导体界的龙头 但是个性不服输的曹新城 透过跟国外公司合资 并购等合纵连横的手法 壮大联电实力 而且多次公开表示 要在2000年全面超越台积电 形成了好几年 相当精彩的金元双雄对决年代 然而后来 曹新城深陷合建案的官司诉讼 长达五年之久 还因此辞去联电董事长职 退休后他开始研究佛学 沉浸古董艺术收藏 自称是八部居室 胆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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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工研院电子所发展超大型的 机体电路计划 并在1987年衍生出台湾机体电路公司 简称台积电 不论发展规模还是技术层次 都高出联电许多 我们联电出来是自己盖场 从一片方地盖场盖起来 台积电出来是电子所 把他建好的六寸厂直接转给他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政府的政策 它是认为说 IC的投资太大 所以台湾政府只能支持一家 没办法支持两家 所以他把重心放在台积电 当时政府找来承认 美国德州仪器副总 时任工研院院长的张忠谋 担任台积电董事长 台积电专做晶圆代工 业绩很快超越联电 成为领先业界的龙头 不甘区距第二的曹新城 开始推动联电转型 1995年全球半导体景气相当好 对手台积电订单多到得要求客户 先交保证金才能够排上生产线 这时已经当上联电董事长的曹新城 脑筋一栋 游说北美十一家IC设计公司 与联电合资 成立三家八寸金圆厂 等于是把台积电的客户抢过来 老曹是绝顶聪明的人 我在采访过程 几乎所有人都跟我这样讲 他就去把这些设计公司说 来我们一起合资公司 那你们投资钱进来 然后我们来生产帮你代工 那你投资进来你是股东 你就优先有产 早在联电成立初期 曹新城就网罗不少IC设计精英 1996到1997他将IC设计部门独立出来 另外成立许多联自备 像是联发科 联勇 联阳等公司 是国内第一个将制造和设计 分开的科技产业 IC设计现在占全世界大概24% 以前是没有 那继续下去也可能会占到24% 所以从这个设计跟制造相辅相成 就可以看到说曹董当年的熊才大略 曹董看到一个分工的体系 那分工的体系呢 会让分工体系里头的单位 专注他的强项 那当他最杰出的时候 他就会为便所用 设计部门独立出来之后 联电专注从事 晶元代工 曹新成与张忠谋被外界称为 晶元双雄 曹新成也多次宣誓 要在西元2000年全面赢过台积电 双方你来我往较劲意味十足 去南科宣布投资案 就一个宣布要投3000亿 一个就宣布要投4000亿 完全不输你了 张忠谋当年呢 在跟联电竞争的时候 他还讲出什么 他要把联电打得屁滚尿脸 这样的话他讲出来了 他平常不太讲 2000年之前 我觉得张忠谋先生 是有感受到联电对他的危险 媒体记者也观察到 身为国内半导体两大龙头 台积电和联电的企业文化截然不同 台积电如果你要给他一个特色 就是用一个拙 拙 比较笨拙的拙 那联电呢 是桥 很灵巧的那个桥 那台积电这个拙笨拙 看起来笨笨的 可是他就是一件事情 就一直做 从头做到我 而且很专心的做 心无旁骛的做 那所以他把今年代工就一直做 做到现在变得世界一大 而且非常非常的巧 那联电的巧呢是说 他一直在变化 那他一直在看环境 也有什么需要 用最快的速度 抢到那个商机 所以他的 他的灵巧是在这个 这个地方 你是主持人 我很期待 那刚才是你主持人 你坐下 主持人不要操作 坐下来 曹新城形式灵活刁砖 性格强悍 外界常形容他是 半导体枭雄 你再讲到我 我都不能讲话 对 你没有按照重新讲话 我不是被子下纳 你没有按照重新讲话 我来说 我给你准备不给你 你如果这样做我 快 那个我 我这 肖雄这个字 我是觉得是别人这个茶余饭后 或者把它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人物 在那边做 但是他是一个这个 非常务实 然后很果断的 找出目标方向 然后呢 敦促大家快速的去做 虽然他外面大家都觉得 他枭雄很那个 很那个 很那个彪悍 但是其实他对员工是蛮好的 像这种 员工分 我们在连点一面的 系统里面呢 是比其他公司 就是说 比较照顾下面 不像那有些公司 那上面的 几个人就分掉大部分 这场大火发生之前 先是出现了爆炸声 然后大火就从五楼开始燃烧 不过 考验接踵而至 1997年 联电子公司 联瑞发生大火 火事闷烧三十多个小时 损失估计上百亿 当时仍在美国的潮星城 连夜搭击返台善后 由于那时 台湾欠缺高楼密闭厂房的消防技术 潮星城决定投资上亿元 组成联电消防队 队员就是自己的员工 成立了联电消防队 然后给我们好的配备 那另外让我们的消防队 到美国去接受训练 然后再把这样子一个消防的姿势 带回到台湾来 后来科学园区 新竹地区 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他们等于是一个最精锐的 可以去援助的一个部队 一场大火 并未吞噬潮星城的斗志 1998年 联电在三个月内 并购日本新日铁半导体公司 并取得一座八寸晶圆厂 1999年 再推动联电五合一 由联电合并集团下的四家晶圆代工公司 目标就是要赢过台积电 2000年 联电产能已经达到台积电85% 然而自此之后 不但数字无法再往上冲 两家公司的实力也越来越悬殊 我想晶圆代工这个行业 不是只有产能而已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技术其实非常重要 所以台积电大概在2002年 他就2001年 他就已经宣布就是说 他的0.13微米同志成 开发成功了 所以这个成功呢 其实是让台积电的技术很明显的领先 因为他自己做的 那全世界也看到了 哇原来台积电这么厉害 他自己做 可以比超越IBM 关键技术出现差距 之前的联锐大火损失惨重 也让客户订单大量跑到台积电 对客户的信心我相信是一个打击 因为你的产品在那里面 然后全部被烧掉 那这个联锐当然 他也得到整个保险公司的赔偿 可是客户的信心流失了 根办联电案大规模搜索联电台北公司 新竹厂法以及私家创投公司 2005年更是联电动荡的一年 检调人员搜索联电 查扣大批账册资料 由于当时政府尚未开放晶圆厂赴中国投资 曹新成、薛明志等人被控涉嫌投资 为在苏州的合进科技 遭检察官起诉 索性历经五年多的司法诉讼 三审无罪定验 但合进案已对联电造成严重伤害 所有我们国内的客户 我们订单不会少掉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政治问题 但是国外来讲的话 他们都是国外上市公司每个人都负着责任 那他觉得这里头有政治风险的话 他订单就不会下给联电 他就下给台积电了 你说这个两个差不多 然后会分差别那么大 合进我认为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2006年 合进案起诉当天 曹新成辞去联电董事长一职 对台湾司法的不满 也让他在2011年放弃中华民国国籍 改入新加坡籍 合欠案被告了五年半 当然没有任何证据 没罪了 他讲官拍拍屁股 一句话道歉都没有 这很不合理的 可是他的过程当时 骂了太多的人 所以后来想说 乡婆请我去嘛 我就加入 退休后 除了原先喜欢的历史围棋之外 曹新成也潜心研究佛学 2000年 法虎山的创办人 那么声音法师请我 跟他到国副建议馆对谈 谈就是说科技跟宗教 谈完之后 我们熟了 他就介绍佛学给我 那么有一天他跟我讲说 你不是学理工吗 你用科学啊 来看看佛学 曹新成发现 许多佛学经典 字数多 内容不杂 像南花一几年 把金刚银 一写写一本书 写了三十几万字 这种画 简为凡啊 这样设置了 大量的文字障碍 我所大道至简 现在我讲佛法是六个词 六个词 叫指观平等自卑 修到指观之后啊 基本上你这个人呢 变得很强大 你会 就刚刚讲的 你做过时就不后悔 对未来事情不操心 所以变得非常镇定强大的 可是这种强大到的某个程度呢 怕你沉默 所以你要修平等 修慈悲 平衡一下 既然有了佛家视野 又如何看待自己的两段婚姻 王廷不太喜欢谈这个 您的感情世界 不 很多东西啊 就是圆而已 那您怎么评论自己的婚姻呢 能不能下个注脚 我 我 婚姻是一个 反正大家都逼近的过程 对 那 那如果是像问我们学佛的人 没什么好坏 好 就这样 发生了 发生了 但是外面很难见得到 因为我不会见到 因为我不会见到 曹新成也玩起古董 从史前的玉 商周的青铜器 水塘的陶器 一直到当代艺术品 收藏范围相当广 2007年 英国伦敦出版的 当代大收藏家 更将曹新成列为1945年后 全球知名的百大收藏家 之所以从金元大亨 变为古董行家 全是因为他曾买到假货 后来靠着自己专研 研究出不少学问 他也有他其他的一面 当然也有他很细心的一面 包括他在对美学 对历史 对文化 古董他从这个历史 这个古董这青铜器存在的历史 是怎么样 为什么这个东西 他们有助 他怎么如何铸造如何做 然后当时的科技是怎么样 他的作厂三大原则 就是 产品一定要金 一定要锡 最终一定要真 这三点他掌握得很好 他自己也做了很深的工夫 我知道他自己购买了很多的 鉴释 鉴定的仪器 同时也跟这个世界上 很有名的鉴定的机构 都很好的研究 2017年香港书户笔拍卖会上 潮新城的收藏品 北宋五窑 以港元2亿9千多万 相当于新台币11.5亿的天价 刷新中国瓷器在全球的拍卖记录 如而当时我是跟洪喜来说 一千三百万港币买的 后来卖到两亿六千万港币 算是那一件东西赚了二十倍 就那一件其他的没什么赚 所以这是一种身材之道吗 不是 绝对不是 常常说双古董会赚钱 那我已经被骗了 双古董有喜欢 喜欢你请过来做伴 你能看到其实很开心 比方像也不是很贵 像现在台湾有很多 陶宇家做的东西 也没多少钱 可是看得很开心 我马上早上一到起来 看得很开心 对潮信臣而言 钱财乃身外之物 像他曾拍卖一件清钱农时期的笔筒 就慷慨捐出 作为四川大地震的救灾款项 我记得是两亿多 两亿六亿多少的价钱 他捐出来 拍卖 拍卖完了 结果呢 他就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的钱 就捐给汶川地震的救灾 另外一方面就捐回给海湾 那我们捕捉今天非常历史性的银课 2020年新竹科学园区四十周年庆 向来王不见王的曹星成和张忠模 获邀出席 曹星成还主动走向张忠模身边 握手打招呼 被媒体诠释为世纪大和解 园区成立四十周年 同时颁奖给我们 对不对 那我当时跟张忠去打招呼 这是基本的礼貌 对不对 你说他 所以我去看他 你说对你生意怎么样 这个 所以大家说把他做文 他做很大 其实是 没这么严重 退休生活自在 愜意 曹星成说他自己是八不五居士 不大不小企业家 不多不少收藏家 不高不低佛学家 不得不说为大家 不大不小 不多不少 不高不低 不得不说 加起来刚好八个步 所以叫八步居士 前面那六个步 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我认为他是有点谦虚 其实他在科技界 在收藏界 在佛法的研究 应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顶尖的 但是呢 加了一个不得不说为大家 背后其实很重要是一个 深刻的思考者 来常常在针对这块土地的未来 要去做思考 你有思考 有所得 你才会不得不说嘛 以减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曹星成 2022年突然身穿防弹背心 头戴钢灰召开记者会 一开口语出惊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一个伪装成政务国家形式的非社会主义 他把统一当成所谓的 很明显的民主大义 是所有大义的人 从连电退休之后 曹星成除了研究佛学 最新古物收藏之外 他鲜明的政治立场 也格外的引人注目 2008年总统大选前夕 他公开呼吁朝野政党 要制定两岸和平共处法 被外界解读是亲中的统派 但是在2022年 他公开的批评中国政权 是地皮流氓 认为两国论才能够保住台湾 而且宣布将捐出30亿 协助台湾国防 有些人认为曹星成在政治立场 有所转变 因此感到好奇 他则反驳是一直以来 外界对他有所误会 继续这个单元 来认识曹星成的政治世界 展示展示 展示 党在市上面 这勇气啊 勇气不是不怕 每次怕了你觉得对来是去做 这叫勇气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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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 曾经文就点点头说 我们一般是这么看的 那曹星就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很麻烦 因为啊 中华民国已经灭亡 就是变成鬼了 那么人鬼的殊途啊 阴阳永远 那你们现在提出来的统一的号召啊 就变成了是在骗鬼 是在招魂来入恋 然后呢 准备把它盯到一个两只的棺材板上 2000年 陈雪扁当选总统 邀集各界组成跨党派小组 沿尼两岸关系政策 身为国策顾问的曹星成 是23名成员之一 那么当时我在 李院成那个小组里面我就讲啊 这个以后两岸啊 台湾一定不要讲一中 讲一中 台湾就麻烦大了 讲一中的话就变成说 反而倒是中共有权啊 来 来这个 吞并你 不过2008年 总统大选前夕 以辞去联电董事长的曹星成 在报纸上登广告 呼吁朝野制定 两岸和平共处法 基本精神有二 一 台湾不排斥与中国统一 二 统一需尊重台湾民意 曹星成因此被外界认为是 亲中的统派 即将卸任的陈水扁总统 更在公开场合痛批 这是统一法 两岸和平统一法 也就是台湾被统一的法律 讲得更白一点 就是台湾的台湾法嘛 因为他选的人头上好 所以呢 他来操弄政典 那是误会 那我是说这是一个文明的程序 第一个他尊重台湾的主权独立 第二个他尊重台湾的主权在民 我说你如果照这种程序来 你的和平统一是有可能实现的 所以我提出来是一个和平统一的一个程序 不是说我赞成统一 可是呢 台湾这份老是误会我在讲统一 台湾现在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它名字叫中华民国 任何要改变台湾现状的 必须共同 那台湾跟中国统一 是不是要进入台湾人民共同 是不是这样 共同统一不会过 它是逆向操作 曹新成也曾咨询 蓝绿阵营对两岸和平共处法的看法 有独派人士表示支持 但不敢表态 包括深历的独派 我所知道的 有很多人听了之后都觉得说 你这个实在是太有这种巧思了 它等于是在美中台还有红蓝绿 这当中找到了一个非常勉强的交集点 独派的大佬 就是说你这个方案很好 可是我一辈子在提上台独 我说不出来统一这两个字 即便事隔十年 2018年 曹新成接受媒体专访时 仍主张要用公投 来解决两岸统一的问题 台湾国民投票 只有一种没有别的 所以我在大陆其实跟很多人学的讲 这个是跳不过的 唯一的和平方式 中华人民不合格 是一个伪装成国家形式的黑社会主义 然而2022年 他面对媒体的态度 有了180度的转变 毫不客气怒呛中国政权 曹新成对待中国的态度 有了巨大的改变 转折点就发生在2019年 香港反送中运动 反送中运动是香港人 反对港府提出的 逃犯条例修订 一旦通过代表中国 可以将他们认定的香港嫌疑犯 送交到中国省里 面对示威的群众 警方不但强硬镇压 还纵容黑帮以暴力对待 这段期间 人在香港的曹新城 看到这一幕幕 内心有无比冲击 我看到这我真的很伤心 这样 很多都是我的朋友 比达 这样 所以这个 你从香港走过来 你一定要反共 我后来就发誓 绝对不能让台湾 变成另外一个香港 所以这个事情 就给他很大的一个 这个刺激跟启发 就是说 你就算推动 两岸和平共处法 经过了前面讲的这个程序 台湾公民也同意了 跟对岸有一个协议 可是 中共的协议 你能相信吗 他给香港的承诺 中英联合声明到现在 说50年不变 结果不到25年 说变就变 2022年9月1号 曹新城秀出身份证 宣布他已经放弃 新加坡国籍 恢复中华民国公民身份 拿到这个身份证 心里是很难为的 也就是百分之百的 台湾国民 之前他也召开记者会 表示要捐出 30亿新台币 协助台湾国防 中共对台湾协议如此 嚣张拔腹 或许以为台湾人都贪财 踏死 所以不把台湾看的眼里 所以今天我宣布了 将捐出30亿新台币 大约1亿美元 来协助加强国防 曹新城付诸实际行动 其中赞助国内的 民防培训团体 黑熊学院 黑熊学院在2021年成立 成立宗旨是 因应中国的文攻武贺 提升台湾民众 对战争的认识与准备 陈伯朗教授 他是国内的知名的 翻译学专家 同时在网路战方面 也研究得非常的透彻 那我个人本身是 对战略以及国际关系的部分 有相当的兴趣 在这样的缘解下 我们在2021年的5月 正式成立这个黑熊学院 初期黑熊学院 以办论坛和赢队为主 经费有限产生亏损 还得透过群众募资 在曹新城宣布 将捐出30亿后 经有人牵线 双方见了面 要见曹新城先生之前 其实我们也确实 内部也有讨论 当时也有讨论说 那他的政治立场 跟这个我们所关心的议题之间 好像立场中 不知道会不会有矛盾 我们当时也会有担心 这样这个状况 争渡对谈后 双方决定合作 有曹新城的长期赞助 黑熊学院的课程和讲座 更加多元而深入 短期目标是三年内 训练300万名参与民房的 黑熊勇士 黑熊学院它主要的程度 是在哪 如果有发生战争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减少我们的 对我们的伤亡 怎么样能够大家互相帮助 肺炎台湾社的耐打病 我75岁老头 到80岁我能干什么呢 所以我打的是这个认知战 我已经在冒险犯滥了 对不对 我得罪了这么强大一个政权 对不对 还得罪这么多难赢的人 哪天街上人家 找出山岸之流来打我 那都是我在这个 我的患难嘛 对不对 听起来您是有危机意识 您评估了一下 您可能面对的危机 但您不怕 对 说这个勇气啊 勇气不是不怕 因为怕了你觉得对了 还是要去做 这叫勇气 要反共 我回来就发誓 绝对不能让台湾 变成另外一个香港 我回来台湾 就喜欢台湾 大家一定要团结 抗共保台 年过75 曹新城 从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转变成立场鲜明 抗中保台的政治行动者 有人欣赏 有人批评 我讲的很简单嘛 我说他对国家有这么多贡献 他提出他的看法 这个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应该给予一定的尊重嘛 但至于他想做的事情 他是掏钱掏出来 又不从你身上把钱弄进去 你不要去想那么多嘛 他也可以激战所有人 他的电材无碍 所以我想他可以跟很多人 去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很多人会被他说服 所以我觉得这种能力呢 在他以前在企业领导 在联电的管理上面 我觉得他也带着那种 很示范性的作用 大家好 我是曹星成 掌握新媒体趋势 2023年8月16号开始 曹星成更推出 专属的网络影音频道 内容谈论政治 艺术博学 收藏 幽默 诈骗等各种话题 自称是台湾最老的YouTuber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推出YT 因为我有话说 我讲话有什么特色呢 我擅长话反为解 单刀直入 欢迎大家订阅 转传和留言 谢谢大家 台湾半导体界的拓荒者 一转身也是世界百大收藏家 可以内敛谈佛学 也可以犀利论证制 多样的曹星成 难得一遇的跨界奇才 实际最火情教练 由您自己来评论您自己好吗 真的了解佛教 第一个叫你佛达 不要过去的事都过去了 不要纠结 未来的事情也是很多缘分的主导 也是会变化 你也不要太去烦 你就是每天很高兴的 今天能把握什么 你就好好把握 佛教其实就是这个很达观的人生 所以你说问我是怎么平下自己 我只是各种缘分促成的 我个人其实很多是神不由己的 所以对我个人我倒没有什么 就是这个圆的产物 曹星成从一个家境不算富裕的乡下孩子 成为领导台湾半导体界的巨拨 他在求学做生意 以及许多的思想理念上 都展现了高度灵活与聪明智慧 即便步入晚年仍然积极活跃 话题不断 不愧是一代传奇人物 这期台湾演义就播映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胡婉玲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